皇上 皇上 皇上呢 跟皇上说赶紧走 此地不宜久留 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你个不难不拟的玩意 给我滚我就跟皇上说 你再说一次 姓军该到 回去并不要砍我的头 违背圣旨 我现在就能砍你的头 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这附近没有接应 军队又集结不起来 也先欺兵一道 那就是大祸 呸 呸 你是饭桶吗 五十万大军是饭桶吗 几个瓦剌兵 一人一口脱脑就能拖死他 您说说 我以后的战功像不像他 梅日军报 八百里快马务必送回来 我得知道你在哪儿 知道了 人都说母子连心 你这一走啊 我这颗心就茫茫然的 跟跳了牙一样 没了取路 娘 您还有什么话 您就都说了 等我出征回来 我就变成好皇帝了 皇帝 心要大 要用我对你的这颗心 去对天下人 天下万名都是 物交 物金 施恩在先 屠戮在后 如此天下可定 我知道了 今日 恭送大明天子 正统皇帝亲征 愿天地幼父 祖宗有灵 山河无恙 万民不惊 驾 皇帝 宗宗 皇上 徒邦 出现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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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 对 如果皇山兵部所规定的路线去走 太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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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礼 都起了吧 我就是来问问军报到了没有 回太后话 到了 请太后预览 皇帝到哪儿了 回太后话 皇上今天到了凤凰岭 把这个带回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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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黄岭 太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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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大的将军有没有上兵帖 没有 没有 瓦剌野仙呢 他们的兵马移动了没有 太后 瓦剌野仙一定会在下雪之前撤退 等咱们的军队到了 能不能见到瓦剌人 都不一定了 请 皇帝走这条古道 还是不太放心哪 请太后放心 只要按照兵部的计划 朝廷的五十万人马 推到宣大 足可以让瓦剌野仙 避起锋芒 早早逃走 是吗 是吗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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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躺案子底下干什么呀 这不是晒的花吗 奴婢该死 奴婢没伺候好皇上 等这次干掉瓦剌 我把关外封给你怎么样 装 又装 皇上 您是对奴婢太好了 奴婢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块地 奴婢不要了 我就想一直伺候皇上您 那就把您老家那个村子 赐给您 我就是个天餐地缺的人 您把村子赐给我 我又没有儿女 皇上 您要是真答应 您就跟我去趟我家 奴婢才是真高兴呢 传旨 改道 改道 好嘞 好 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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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哥 走啊 掐住了 你使劲啊 你使劲打呀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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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愣着干啥 愣着干啥 快 退车 往后边去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大哥 帮帮推一下车卡住了 一 二 车卡住了 你把腿 大家听我耗子 我耗子 死了爹 死了娘 嘿嘿嘿 凶人一次能胆成爽 嘿嘿嘿 这几年不了泪 嘿嘿嘿 大狗加入了狗狗会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好 快 快点 快出来了 好 快出来了 好 快出来了 放手 加入了狗狗会 太后 太后 薄谦司的兵铁到了 薄谦司送报 九月十三 航队在大岗停泊 九月十九 十四所宝船入天津位 薄谦司航队向导 太后一直在寻找的徐滨 已随航队上岸 是徐滨吗 回太后话 他什么时候到 今早已经进京 到了贤良寺了 但还没有递签 他一到晚上召见 你现在就去贤良寺看一下 是 是 将军 兵部发来帖子 问咱们现在的行军位置 肇实了讲 就说 皇上突然不想打仗了 想到山西卫县去体察民情 是 参谋 在 将军 前军到哪儿了 怎么跟乌龟爬一样 是有点慢 为什么 王阵大人说 此处临近家乡 不能踩踏轻描 他还要讲一点名声呢 他是顾及名声了 野先的六十万大军 是吃素的吗 是 踩 踩了赔 将军 王公公的话就是皇上的话 就是将军这么去说 也是没用的 谁说有用 这 好 我去说 我去说 至少让队伍先进了怀来城 这么一条线百开 骑兵一个冲锋全吃下去了 对 对 胡来 对 将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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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 将军 军 将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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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来 来 皇上呢 跟皇上说赶紧走 此地不宜久留 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你个不难不拟的 完愿给我滚 我就跟皇上说 你再说一次 行军该到 回去并不要砍我的头 违背圣旨 我现在就能砍你的头 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这附近没有接应 军队又集结不起来 也先欺兵一道 那就是大祸 我呸 你是饭桶吗 五十万大军是饭桶吗 几个瓦剌兵 一人一口脱脱 就能拖死他 行 我不来的 你去找皇上说 你去 王公公 你至少让皇上改个军令 咱们先把部队集结起来 再往前二十列 就在怀来城 一半军队在这儿 一半军队驻扎在怀来城 鸡脚相对 以城乡为一托能安全地堕 我又没让你不这么做 可皇上让我们只能走田楼 不能踩庄稼 这什么时候能走到啊 踩得最多是赔嘛 赔 你们赔过一文钱吗 皇上要去我家体察民情 这个地 一寸都不能踩 看 你想让我录下骂名吗 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还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爹 爹 爹 不是 我的车呢 这太沉了 走不动 儿子们吃奶的力气都用了 但他就是退不上来吗他 五十万大军 推不上来两辆车 你别生气啊 我们不是怕东西丢了吗 儿子们这就回去 不吃不睡 舍了命 把你把东西扛过来 我告诉你 我跟皇上在这儿等你 少了一个元宝 我割你一块肉